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是怎么理解蝎王这个角色的 是一个黑切白 他其实给大家第一眼的感觉是 他可能是充斥着一种危险的这种气场灾难 但是他又有一个非常温暖又可爱的那么一面 他是一个挺悲惨的那么悲剧性的那么一个人物 因为他自始至终他没有为自己夺过迷惑 我太难了 请用三个词概括这个角色吧 惨 狠 迷 惨 就是我刚刚解释的这个 狠的话其实他做事处理就是除去对义父以外 他所有的做事的处理方式都是文准狠 完全不托你在水 然后迷是他对自己是没有任何认知的 他没有过自我 给你自己在山河中的表演打几分呢 我都会打六分 永远可以有进步 然后在饰演蝎王的过程中 你觉得最难演的是哪一场 就是那场七分钟的独白 这么多年 多少人死在你的算计之下 为了几个连给我提鞋都不配的喽啰来害我 为什么 就凭我近年爱您 就因为我一文不值吗 义父 让您亲眼看看 蝎儿是如何猎土蜂王的 第一是词儿特别长 说我背他 因为他写的很多是排笔句 你没有办法去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改他 第二就是 那一场戏只有我说话 没有人来跟我去搭词 就会背的很慢 就相当于你自己在上学的时候 仿佛就背了一个人物独白 第三就是 这场戏它整个情绪是一个 像心电图一样的 这么上去下来 上去下来 上去下来的 这块很难的就是 你如何把这种很极端的情绪 去把它连贯起来 又让观众觉得没有那么突兀 你这场戏师和王老师搭配一起去演吧 那你们之间有沟通过这场戏来怎么样 其实没有 王老师那时候就是 他没有词儿 所以呢 其实他也挺难演 因为没有词儿也很难演 而且那段那个时候的蝎儿 其实他已经不管 我看义父你是什么样的反应 我就这样了 我已经这样了 我已然做出我最狠的一次决定了 所以说在人物状态里面 他不会去管义父你要怎么样 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蝎王这个角色呢 他很多层 你会发现他身上有很多很多种特质 这样的角色其实会非常的疯了 列举一下你和蝎王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吧 相同点是第一是男的第二是活的 第一是男的第二是活的 性格方面我挺可爱的 我有的时候也很正经的 不同点是我有自我他没有 希望身上的哪种特质最吸引你 我觉得这种特质它不会吸引到我 但是我会怜悯它 就是它的这种对人的不同方式 对人的不同态度 它有的时候有一种摇尾起怜的那种感觉 所以你才会参考小狗狗的那种感觉去演 像有的时候像一个小动物 它在看一个东西它就会这样 你有时候叫狗狗的名字或者猫猫的名字 它们会这样 会有这种东西 然后你演的时候有没有加入这个小晃一样 对啊我加了 然后那些什么这些蹭啊什么的 就仿佛就是一个动物害怕被遗弃 就这样的 在山河令你第一场戏和最后一场戏分店是 我第一场戏是一副 他是谁 他是谁 最后一场戏是 你们俩同生共死 拉着我 算什么意思 让他俩就 你身上有光 你身上 有光 我抓来看看 在旁边的OS是什么 做个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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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啊 剧中蝎王刻的是哪个CT 剧中蝎王刻的是 哪场戏是让你真情实感觉得克劳了 枯香草为您大会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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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说全是刀真的全是刀 那一场是不能够看第二遍 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山河里火了 当我有很多很久不联系的朋友 开始给我发微信 说后面的结局是什么样的时候 就期待你剧透 对 想我要剧透的时候 我才意识到啊好像有很多人都在看 你有剧透吗 没有 我嘴很严 电视剧火了对你最大的影响是 我可能有机会可以赚钱了 大家的梦想 你不想发财吗 你们不要工资 不领工资 免费打工 好吧 你们有没有那种演员讨论群会丢一些 没有啊 那演员群都是在发红包 谁发的红包比较多 超点的时候 那他俩发了红包 大街区超点那天发了红包 但我没抢着 好的 好的 制片人发的也比较多 刷这个时候你印象最深刻的三条弹幕是什么 你不对劲 啊 哈哈哈哈 有没有那种特别损的让你印象深刻的 希望这小元首 OS 爱着你事儿了吗 知道你和依附照镜的CP名叫找鞋CP吗 知道啊 用三个词来评价一下这个CP吧 名字太随意 头像太随意 然后跟别的抄话的画风不太比较 黄老林老师有发微博说有一场戏 是希儿掀开了那个叫帘 然后问依附冷不冷 但这场戏很可惜删掉了 你可以谈一谈这场戏吗 这场戏其实是在雪崩之前 他掀开叫帘就是给他盖一个毯子 王老师其实在微博也都说过了 这块是他的一个情感态度变化 其实于希儿二来说 他是一个认死柳的人 他从头到尾没变过 王老林老师的微博里说 说义父的眼神你读懂了吗 然后你有什么想回应的 王老师的文字我读懂了 如果希儿王两个字上热搜后面跟一个抱子 你觉得会是什么 希儿王李大坤是经纪人出事的 那如果是李大坤这三个字上热搜后面跟一个抱子 会是什么 李大坤演技 重新说一个 李大坤啊李大坤我怎么会上热搜 李大坤手太美了 下面问题升级 进入到夺损环节 李大坤根据提出的问题 选择举夺捺损的和就这的牌子 之后回答问题 李大坤举的夺损的次数超过十次 则节目组夺捺损成功 李大坤需接受惩罚 反之夺损失败 李大坤为粉丝赢得福利 你觉得自己的什么粉丝最多 你有粉爸爸粉 事业粉还是泥素粉 最后一个 怎样 别什么想回应他们 随便吧随便 给你们的自由 如果你会成为男团的成员的话 你觉得自己会是很难道 A.C.E.是这么说吧 穿那么多 唱跳剧 是吧 9 然后你平时是一个喜欢吃瓜的人吗 一般来说都是别人告诉我的 我不主动吃 但如果你比如说某次刷微博的时候 看到自己朋友的恋情瓜 会找到对方求真假吗 不会 现在好多艺人都用小号吃瓜 你会有这种吗 还是你就用大号 我问一下我身边各位朋友 谁敢用 除了王老师以外 谁敢用大号吃瓜 都别装 好的 对镜头分享一个射死现场的经历吧 我没有射死现场 对 他们说我A.C.E.不算 不算 我欣然接受战斗机怎样 我下次唱歌降调就好了 对吧 再来一次 大家都说你身材很好 在微博搜李大坤肌肉这个词条很靠前 那你平时是怎么保持身材的 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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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也有锻炼 也有锻炼 因为我其实以前就是 我有一段时间练得特别壮 比如说跟你我脸完全就搭不上了 然后后来就保持了一个比较匀称的一个 一个到现在为止 就是体脂比较低 然后身上也还有 就这样 然后打一打拳 这个是非常累的一种有氧运动 非常累 看死你屁图 看个报寒服去的 你在健身房遇到什么情况 会觉得很尴尬 当一个看上去比你瘦弱的人 举起来比你重的天 那时候还是什么 远离他 就我去另外一个区域 就是你要是做卧推 我就去拉背了 你觉得目前娱乐圈 艺人红的标准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什么是红的标准 什么叫做红 我一直想知道这个问题 你认识你的人多 还是说你各个社交平台的粉丝量高 还是说你的带货能力很强 那任何的东西 我觉得都是片面型的 只是说有一些所谓的红 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好的收入 好的生活 但是什么叫真正的红 我觉得一直就是 对于我来说就是小时候看 环珠伟哥 先见其他战 那个时候我是觉得真红 看到自己的朋友火了后 我没有羡慕过 没有 因为他们又下来了 又上去 又下来了 再不停地上去 下了 如果你的朋友 红了之后不回你的微信 你发了很多条 他都不回 让你的OS或是什么 他是不是换微信号 那换微信没有攻击你吗 那就删了吧 删了吧 也没有产生过不平衡的感觉吗 有啥不平衡的 这是一个常态 这是特别常态 我习惯了 被伤害的多了就好了 被粉丝叫老婆 你内心的OS是 就这 就是可以一直叫你老婆 就这 可以说我的亲亲老婆好可爱 就这 能不能现场给我们撒个娇呢 他已经放弃了 我撒过了 遇到什么样的要求 你会觉得是被迫营业 刚刚 刚刚 自拍十八公格和撒娇 哪个让你觉得是更被迫营业 自拍十八公格 目前为止 你认为自己的代表作是哪一部作品 我每一个角色我都爱 钻水大师 你为什么那么抗拒大家去考古 其实也没有 就是都大家玩一玩 随便考 希望在B站出现你们的 我的各个角色的混减 最好在鬼畜区 不让我瞧不起你 大家都说在B站 跟贾琳老师有那个混减视频 就算是红的一项 那我还没有混 要不要现场号召我们粉丝给你剪一剪 我怕贾琳老师不开心 贾琳老师说都可以 大家开心就好 大家开心就好 张和林目前已经8.6分了 你会不会觉得 这就是你出演电视剧的口碑巅峰了 我觉得他可能之前是9分 因为我的原因他变成了8.6分 万一呢 你说是不是 比如说某一天夜里他长到了8.7 然后我一出来变成8.6分 张和林 你口碑挺重 你觉得像山和林的成功取决于什么 取决于每一位台前幕后的人员的努力 演员们贡献的是最少的 我觉得是真的 所有的工作人员 现在呈现出来给大家看的东西 一定是 已经在所有人能力范围内能做到最好的 我希望也是大家能够去体谅一下 每一位工作人员的幕后人员的辛苦 然后去多多包容一点 有人说你和赵敬的CP很好磕 有没有考虑过之后出演双男主的电视剧 我考虑过那个 我现在有认真的考虑双男主的广播剧 我在等着他们给我递本子 都说出演双男主的电视剧是掌握了财富密码 你怎么看这句话 没有啊 除了我觉得除了双男主也有很多别的爆款剧 我觉得所谓的财富密码就是你说它火也不火嘛 对吧 那我们看之前有那么多爆火的戏 并不是同样的 并不局限于某种题材 对不对 那这个东西纯粹是说你拍的质量好不好 你演的用不用心 我觉得观众是能感受到的 你觉得自己现在算起嫌疑呢 我分不清线我也分不清红与不红 然后有没有之后想要奋斗的目标 目标财务质 那你在影视剧领域里面的偶像是谁 我其实没有派去说把谁当做一个偶像 而是说比如说他们每一个 每一位前辈他们都有自己 就我认为非常好的作品 我会吸取他好的东西 我觉得每个人在不同的角色的路子上 他让我看到的点都不一样 我觉得都可以作为榜样 经过了一系列的考验呢 我的挑战终于通过了 现在我正式成为胡城新同事了 然后更多精彩福利 请关注搜狐娱乐和我的同事是明星